近日,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《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》在北京举行, 美国报业大亨、企业家、爱国乔领、北京大学名誉校董方李邦琴荣获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称号。 日前,方李邦琴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。 生于1935年的方李邦琴于1960年随丈夫方大川前往美国。 1979年,他们创办了以全美亚裔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亚洲人周刊, 这也成为了全美发行的第一份反映亚裔声音的英文刊物。 方李邦琴告诉记者,当时中文报纸虽能够聚拢华人、传播相情, 但在一个英语社会中却无法成为主流声音。 因为在美国要办报纸的话,这是讲中文的话呢,有些不足。 有很多我们的声音不能直接叫美国当局的执政者能够听到。 就算我们翻译过去以后呢,有点隔血着痒的这个味道。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个直接的一个英文报纸, 就是把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想要什么东西, 我们的想法就直接就是传达给那个当地的美国人的执政者。 此后20年间,方氏家族的报业版图不断壮大。 2000年,方李邦琴成功收购了美国旧金山观察家报,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掌有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。 掌管该报后,方李邦琴通过更为广泛的媒体渠道传递华人声音, 讲述中国故事,让美国民众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。 半报之余,方李邦琴也致力于推动中美教育交流。 2013年,他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各出资100万美元, 发起10万强基金会,助力推送10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。 方李邦琴说,教育是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桥梁。 我们中国人了解美国,远远比美国人了解中国要多。 为什么呢?因为我们中国在美国有差不多50万,快到100万的这个留学生, 我们在那里学习。但是美国到中国学习的不多。 所以如果怎么样要叫美国了解中国,从下一代着手。 在需要了解的时候呢,教育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, 推动这个了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 几年时间里,10万强变成了百万强, 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得以有机会读懂中国。 然而,方李邦琴并没有止步于此。 作为二战亲历者,方李邦琴深知和平来之不易, 民族的历史不可忘记。 2015年,由他发起筹建的第一座海外抗战纪念馆 在旧金山中国城如期开馆。 欧美啊,西方人,不晓得有东方战场。 他只晓得有西方战场,有罗曼地登陆,有马其诺防线, 他不晓得有东方战场。 所以很有必要要告诉这些西方人, 我们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, 对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有多大的贡献。 开馆以来,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。 一些日本年轻人留言说, 在日本从未了解过这段历史, 希望今后两国友好相处。 很多美国人来到纪念馆中, 缅怀二战期间在东方战场牺牲的亲人。 方李邦琴说,他希望以此让中美两国人民了解和铭记历史, 珍惜和平,并在未来继续携手合作。 已经过去的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, 方李邦琴说,愿两国人民友谊长存, 他要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, 进一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